策略上是否应该逢市反弹的时候吸纳SQQQ 但是看到SQQQ的股价 因为大市下跌而上升的时候 我就即时应该是指赚呢 你选择在这些市 简单来说在熊市上面短炒 你用结果论上好像港股一样 因为27000开始看淡 现在下到来 那便很容易赚钱 结果上是赢的 但是同样道理 过程一定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讲这些位置要短炒的话 第一方面 在这段时间美股上 你有没有插得很得心认手 如果一直以来 升那段时间 美股可能是S&P四千几点那段时间才入市 跌到来的时候你又开始害怕了 现在又开始想去做大约 反而觉得你不要做那么多事 不如投降 等整个市场冷静回来的时候 找一个漂亮的投资司机 真的说投资司机 你才是做部署 否则我们就是说 通常会有些状况 就是这样被人夹到一天 你可能不相信 你觉得美股又有机会翻回来 接着你又止热 我们就说你这样未必收到下去 但如果你说 overall 有个 idea 方向的话 我觉得这一刻 就算你做 SQQQ 都可以的 起码VRX 指数未经历 红防性炮手 我们觉得还有机会在后市 可能未来大约是三至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不排除会出现一些红防性炮手 简单一点 就是在2022年 还有机会一些红防性炮手出现 你做三倍杠杆 但是你又可以受的 你不会突然间被人召唤 要斬仓的状况 这样就可以了 但刚刚说不要做长线部署 其实老实说那句 做淡很难长线的 除非就是打不知多少次世界大战 突然间有些大萧跳状况 正如刚刚所说 股市再跌下去深一点 可能调整多两至三色左右 联储局又可能变回旧市英雄 就会开始出来讲减息 会讲缩表 不缩表就是说再走回QE 但到时候世界已经变了很多 但问题是那些位置做淡仓 可能也有赚的 那些位置你息平就可以了 所以你如果要做短线淡仓 你一定要自己有个想法 究竟现在市场发生什么事 不只是我们讲完之后 你解释完个想法去做什么 如果你纯粹说 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但又尝试分一杯羹的话 我觉得就等它弹的时候 才去买SQQQ 譬如说SQQQ以纳指为例 弹到万一这些位置 就开始做淡 万二这些位置就是止 风险大的 但纯粹高风险高回报 或者找一些没有杠杆的反向产品 但你要记住就是说 譬如以SQQQ纳指为例 嵌入技术性熊市一早就进入了 你在嵌入完技术性熊市 接着再将 那个道理就像恒指 在两万七那些位置 你不只是看淡 两万二了这些位置才看淡 有水位的 但是不多 直播率这些就叫做不吸引 但是你要去分一杯羹的话 你可以试的 因为始终说的趋势都是向下 我想说的道理就是大致上是这样 咱们两 way 好